印度女兵英姿泛爽惹人怜爱,但自杀率是男兵35倍,在印度传统的社会观念中女性,就是男人的附属品,在家中相夫教子才是本分,但随着社会发展也是有慢慢的改变,对于印度女人来说加入军队,扛起大箱也成了改变社会命运的一种重要方式。 印度政府十几年前才开始同意武装部队征召丽兵,在那之前女性只被允许进入部队医院,文工团等非战斗组织,现在每年约有150名女军官进入印军,最初定的5年服役期已可延长到14年代,还是作为短期服役来特殊对待,禁止她们乘坐飞行战斗机,禁止服役于战舰或加入装甲兵,炮兵。 另外,由于印度的治安和乱印度女性群众,在大街上的安全也没法保证。 为此,印度专门建立了女警警务部队,但其实,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工作。 印度性暴力犯罪太猖獗,甚至连女警都已出现多起遭遇强奸的案例。 尽管女性在印度准军事人员总数中所占比例不到2%,但在这些部队中,自杀的女兵却占自杀者总数的4成多是男兵自杀。 帅的35倍这和印度女兵的待遇低,压力大有很大的关系。 印度女性的社会地位就很低而即使进入了部队,也并没有得到改善她们。 在军队服役期间,她们还要平衡家庭和军队之间的关系。 而且一想到退役后,是没有各项退伍金的但是男,兵却有在各种的压力下很多女兵就自杀,了由于印度严苛的种姓制度,身份太低的建民等女性,也是没有机会加入军队的因此印度女兵普遍面容美丽,身材恶挪,英姿赛爽十分惹人怜爱,但过了两年,有很多女兵也是身材严重走样了。